哈喽 大家好 我是初友君 今天影片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初友君经常在 罗森便利店里面买东西吃 于是就有个小伙伴私信我说 想看我吃一下这个便利丰便利店 说里面的东西非常的便宜 而且很好吃 那我们今天不妨就去看一下这个便利丰 到底里面好不好吃吧 好耶 到商场了 商场这边好像还有这个唱歌比赛 这年轻人真帅啊 便利丰就在旁边 进去的话看起来跟罗森差不多 但是他有专门打菜的地方 我们就买点便当吃吧 有的便当会打折的 打折都会写上 比如这个便当上有方块十一的 就是打七折 这里的一大特点就是可以DIY饮料 冰箱里面有冰杯 可以拿出来打饮料盒 放在咖啡机下面扫码付款就可以了 小时呢也是电子屏幕顶 这边基本上都是自助 结账都没有服务员的 都是自己操作 这次的话一共花掉了是60块钱啊 东西还挺多的啊 两份饭 一份这个炸酱面 一份冰拿铁 一个甜品马卡龙 两个熟食 一个鸡腿 一个肉串 这个是照烧烤鸡饭 很常见的啊 不过它这个感觉菜比罗森的多啊 打完折之后确实比罗森便宜啊 我记得罗森的好像是大概15块钱一份饭吧 它这个平均就打完折就10块钱一份 然后这个是冰拿铁啊 7块钱 还挺便宜的 一般冰拿铁也要个10块钱吧 可能是冰块有点多啊 没那么苦 喂了一点蛋 吃饭喽 先来一块鸡啊 它这个鸡很甜 甜甜的还挺好吃的 嗯 还有粉丝 它不像螺子那种感觉像便当 它就像那个中式快餐的感觉 很气气气 蛋甜 来试一下这个鸡腿 嗯 经典的信号有两口诶 肉口我很满足啊 感觉比罗森的鸡嘴强多了 给你咬一口 你咬一口干了大半啊 我就直接吃掉了 茄汁牛肉蛋饱饭啊 看起来还不错兄弟吧 番茄牛肉鸡蛋都是我爱吃的 鸡蛋很鲜 它上面是一层蛋皮 下面都是饭 这个很下饭啊兄弟们 来试一下牛肉 牛肉就有点像那个 这个尖椒牛肉的牛肉啊 非常的嫩 你要看这个番茄泥 番茄味特别浓 估计它加了番茄酱的 还不错 还点了一个肉串啊 肉串也是6块9 花7块钱一串 肉串跟这个饭差不多了 照稍微碳烤串 但我这不行啊 不仅上面焦了 真的吃着它有点焦味 说实话不好吃 肉味不是很足 我不太喜欢 来一口这个 嗯 傻乱 第三碗来咯 感觉又像炒面啊 先尝一口炸酱 嗯 有点豆瓣酱的感觉 这个炸酱面不贵啊 不炸折8块8 味道嘛还可以 普普通的炒面的感觉 它跟荷包蛋做的是真圆 应该是模具做了吧 嗯 嗯 真香 这荷包蛋气孔太多了 然后又不是很鲜 感觉有点像竖鸡 肉酱呢 咸香的 搭配这个面啊 很可口 还有一个甜点 马卡龙 这马卡龙也贵喽 10块钱一个啊 哦 好软 中间夹了块饼干 然后中间是奶油 奶油饼干的感觉吧 创新了一下 它在马卡龙间夹了个饼干 还可以吧 总结一下 这个便利风 我吃了三种便当啊 味道都还不错啊 感觉比罗生的便当呢 多了一点烟火气 然后价格的话 如果打折之后 真的是挺便宜的 不知道小伙伴们 有没有去过便利风啊 大家有没有 比较喜欢哪个产品呢 可以在评论区 写出来啊 下次我也去试试看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一段 小伙伴如果喜欢 我要帮我给我点赞 我是书伟 我们下期见 拜拜